怎么是她 我回来 既然你都看到了 那就分手吧 你可是我闺蜜啊 你疯了 你们怎么能这样给我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跟你难过才没有疯 看你又土又醋又不会化妆 跟你在一起我都嫌丢人 可是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了你 要不然你赚钱给我花 老嫂跟你分手 滚 看待闺蜜一场 这个只套号 送你 以后啊 多化化妆 她来干嘛 我好 她来面吃吧 这个人 我来面 我是你啊 真是一天一家路 别激动啊 我只是来看看你的简历 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 原来就是个客人 是啊 嗯 简历做得倒是不错 但人品 购不上我们公司哦 装什么大礼帮呢 点摸点摸你啊 都苏总监是我舅 我今天来呢 就是走个过场 你现在故意下来发见我 还来得起 苏总 董事会成员以报 需要名字吃大局 带你的简历去找你旧庆祝一下 告诉他 我请他吃炒鱿鱼 多疼 那又咋的 有本事 别贼到我手里 干 借气 这发奖是哪个女人吧 竟然在你的外套口袋里 什么哪个女人啊 我看你是要试探我 莫名其妙 既然你不说 我自己弄清楚 还怕我去标带 早上我一来文件就被打开了 你去查了天空 别人破坏了 这办公室只有你们有要信 那天我都没来过这间办公室 你昨晚干什么去了 昨天见到男朋友在盛天咖啡见面 所以下班就走了 恐怕你昨晚见的是苏总男朋友 啊好吧 我昨天看到你男朋友跟小可 亲密地在盛天咖啡约会 刚才在家 我在他口袋里发现了一个发卡 发卡一定是小可 可是没有缺德的证据 我们换个方式调译 不灭我 苏总都在他男朋友的大衣口袋里 发现了你的菠萝发卡 终于说漏嘴了 我可没告诉你是在大衣口袋发卡 并且是菠萝发卡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不明就是你放进去的 我早就怀疑你和我男朋友关系了 并且可能是对手公司的内鬼 所以我就将计就计 我刚让人核实过盛天咖啡的监控 小可没有过 苏总我们的报价一定是他泄露的 他就是天成公司的内鬼 我又没说 你怎么知道是报价不泄露 你又怎么知道是天成公司呢 你就等着见我律师吧 теперь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